绝对同一出发 主客观的绝对同一 引进斯宾诺沙的哲学 斯宾诺沙就是从一个绝对的实体 自因出发 他把它称之为上帝 神 当然又称之为自然界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者 其实也未见的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唯物主义 但是他把它是称之为自然界 把上帝就称之为自然界 把自然界称之为上帝 有一种范神论的倾向 那么谢林也有种的倾向 谢林认为这样一个绝对的同一 是主体和客体 自我和非我的无差别 无差别 当然你可以用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来理解它 但是这个自我你不要理解为 是那种与非我相对立的那种自我 那就相对化了 它应该是一种绝对精神 一种最初的一种绝对精神 所以他提出的这个出发点呢 应该是一种客观唯性主义的出发点 客观唯性主义 绝对精神 在这方面 谢林既反对唯物主义 包括康德的自在之物 他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呢 是给唯物主义提供长生之处的 所以他既反对唯物主义的自在之物 又反对费希特的自我 但是呢 也反对把这双方完全隔离开来 在康德那里就是把双方隔离开来 采取这种方式 而谢林认为呢 双方必须出自一个更高的原则 那就是绝对无差别的统一性 绝对无差别的统一性 所有的差别最后归结为自我和非我的差别 但是在绝对统一那里呢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首先就是没有自我和非我的差别 一切差别都没有 特别是 首先是没有了自我和非我的差别 那就一切差别都没有了 凡是我们考虑到有差别的 都是建立在自我和非我的差别之上的 那么由这样一个绝对的统一 费希特认为 他可以发展出自然界和人的精神 如何发展呢 因为绝对的统一 它是一种主客观统一 绝对无差别的一种精神 所以他有一种内在的冲动 这里他又吸收了费希特的那种行动哲学的因素 绝对的统一 它有一种内在的冲动 这个内在的冲动 你要说它从哪来的 说不出来 因为它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就不能说 带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在绝对的无差别统一里面 有一种内在的冲动 要把自己实现在一些具体的现象之中 或者说要把自己加以限制 这个也是费希特在那里就有了 绝对的自我把自己限制 使它成为自然界 成为知识 成为科学知识和实践的对象 那么谢林在这里认为 绝对自我通过一种冲动 把自己限制 使自己化身为自然界 以及人类社会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它还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阶段 那么最后在人的精神那里 回到了世界精神 也就是回到了绝对统一的那种宇宙精神 回到绝对统一 所以整个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 都是这个绝对统一 这样一个绝对精神 它逐步的达到一种自我区分和自我意识的过程 把自己区分开来 把自己限制起来 以便从中达到作为意识 这里头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黑格尔的某些影子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也就是这样一个自我认识的过程 一个历程 所以黑格尔和谢林在早期是合作的 他们认为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后来 特别是黑格尔的精神系像学发表以后 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但在最初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以万物都是由这个绝对分化而来 这个绝对统一分化而来 主观和客观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也是由绝对的主客观无差别 这个统一性分化而来 但是在分化的过程中 他们的主客观的成分有所不同 分化就有了差别了 最开始是绝对无差别 但是通过分化就有了差别 主观和客观有了差别 但是这个差别最开始是客观占优势 里面有点主观 但是不多 不明显 首先是体现客观 然后主观的成分越来越多 到了人类社会 主观的成分就占优势 到了人类的精神生活 主观的成分就占绝对优势了 最后把客观的成分吞并掉 这就成了绝对精神 就回到了那种最初的绝对同意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各个阶段它的主客观的比例 是不一样的 有的主观多一些 有的客观多一些 有的主观占大部分 有的客观占大部分 他们的比例是不同的 总而言之 这是从客观为主 逐渐进到了主观为主 因此谢灵的哲学 就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自然哲学 这个是客观为主 客观占统治地位 那就是自然哲学 第二个阶段就是鲜艳哲学 鲜艳哲学里面是主观为主 主观占统治地位 所以它的这个体系 应该是由两个大的部分 过程的 一个是自然哲学 一个是鲜艳哲学 那么这样一种不同 仅仅是里面所包含的 成分比例不同 在这方面 谢灵引进了 士兵诺沙的方法 士兵诺沙的方法 就是几何学的方法 我们知道 士兵诺沙的伦理学 它的副标的是 用几何学方法证明 士兵诺沙的书 很多都是采取几何学的方法 这个功力 然后是设定 然后是证明 证明以后 还要 最后还加上一个正弊 这完全是几何学那一套 以数学和几何学为 楷模建立哲学的方法论 这个当时是一种风气 这个 康德呢 已经把这种风气 把它削减了 康德认为数学的方法 不能够完全用来搞哲学 但是康德呢 还是有点影子 这个数学的原理 和力学的原理 他总是这样分 康德总是这样分 那么谢灵呢 他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 他把他的这个 不同比例的阶段 称之为 有不同的阴次 不同的阴次 所谓阴次呢 就是所谓普正次 测词的方式 实际上是数学里面的米的意思 数学里面的米 就包含平方 这个立方 包含这样一些计算方法 那么这个比例不同 更高的比例就是米的比例 你到这几次方 几次在自然界里面 以及在这个人类社会生活里面 在精神生活里面 也可以用这样一种观点 来考察他们的不同的阶段 你是低层次的 那么你的这个米呢 就是低层次的 比如说你只有一次方 你是高层次的 你就有三次方四次方 这个普通词这个词呢 很多人都感到困惑 把它翻译成英次 其实就是从数学和集合学来的 点线面体 这样一些关系呢 都是密的关系 集合学里面 其实都是一种密的关系 一种potence的关系 那么所有这些呢 都可以从数学和集合学的 这样一种眼光 来打通 他们的这种性质和阶段的差异 他们有差异 也有质的不同 但这种质的不同呢 最后可以用数学的观点 把它还原为 可以沟通的 可以通约的 用数学观点可以还原通约的 所以它称之为英次 那么这种观点 当然是有限的了 后来黑格尔讽刺谢灵 就是说 你这个体系啊 就像黑夜官流 一切皆黑 没有光 显不出色彩来 色彩就是质的区域 你把它都还原为 数学上面的英次 那一切都没有什么差别了 你看起来好像有差异 其实都没有差异了 所以黑格尔后来就批判 谢灵的这种绝对无差别 绝对无差别 怎么能够从一个 统一的绝对里面 发展出大清世界出来 你本来就没有差别 怎么可以发展出大清世界出来 这个是解释不了的 当然谢灵也没有解释 他认为这是很神秘的 这就是他的这个立场 这立场当然是比较有限的立场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 他的自然哲学 他的自然哲学 应该说是比较有创建的一个领域 谢灵的自然哲学 还是比较有创建的领域 他看的自然 跟我们通常看的自然 有一个不同的立场 我们通常看的自然 并且呢 要想要从自然里面研究 我们人类 社会 精神是如何产生出来的 我们都是从一种自然科学的眼光 去分析自然界里面 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 比如说动物 高级领长类 然后呢 通过进化论 我们今天讲进化论 如何一步一步的呢 通过遗产和变异 这个突变 基因突变 产生出一些特异的这样生物 这些生物呢 具有非凡的大脑 有非凡的智慧 那就是人类了 这个我们至今 动物学家 人类学家 考古学家 都在考察这个问题 人究竟是怎么样 从自然界发展出来的 走出来的 这是科学的眼光 但是谢灵不是这种眼光 谢灵也谈这些问题 但是呢 他是从一个 先入之间 来谈这些问题 就是说 他谈自然界 他是谈 这个绝对的客观精神 最开始是如何表现为 自然界的那样一种 潜在状态的 这个potence 也可以理解为 潜在 潜在状态 也可以翻译为 潜在的 潜在的东西 绝对精神 一开始 他没有表现为精神 他表现为自然界 但是在自然界里面 他已经隐含着有 精神的 这种潜在性 所以看自然界 你们不要用一种 牛登物理学的 单纯的那种 机械的眼光去看 你要从这种表面 现象底下 看出他潜在的那种东西 潜在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那种理智的东西 所以 谢灵认为 自然界是一种冥王化的理智 是一种冥王化的理智 就是说 它是理智 但是呢 理智还没有觉醒 还在睡觉 是一种未苏醒的理智 它是由于 绝对的精神 一种无意识的欲望活动 而从自身里面 分化出来 最初分化出来的时候 还是不成熟的 它的理智还是不成熟的 但是尽管不成熟 它已经表现出 某种理智性 某种内在的目的性 某种合目的性 如何表现出来呢 就是说 在这界里面 已经有了些规律 它不是扎乱无章的 虽然它是感性的 它是偶然的 但是偶然里面 已经有必然 这个必然呢 最集中的体现在 在它的一个概念上面 就是两极性 两极性 这谢灵 我们是第一个 在自然哲学里面 提出两极性的概念的 任何东西都是 由两极构成的 南极 北极 酸和碱 这个也正一阵一阵 任何东西 它都可以分成 一阵一阵 二元对立 生和死 等等 如果没有两极性 就没有自然界 自然界中的任何现象 你都可以给它 找到相反的现象 都可以找相反的现象 所以两极性 是自然界的一个 总原则 一个总体的原则 那么这个两极性 它是从同一 发展出来的 发展出 差别 对立 和矛盾 所谓两极性 就是在这个中间 差别 从差别到对立 从对立 再到矛盾 这才体现出两极性 体现两极性 所以差别 对立和矛盾 这三个概念 是有不同层次的 一般的差别 泛泛而谈 任何事情都有差别 万物都有差别 对立而言之后 谢谢大家